2015年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了迎接巴勒斯坦的总统,竟搞出了到处认爹的骚操作,一口气认了16个曾在土耳其境内留下痕迹的游牧部落,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则是排名第一的匈奴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,令很多史学家和大众怎么也想不到的事。 土耳其直接宣称自己的祖先是匈奴,此语一出,直接惊到无数人,土耳其什么时候和匈奴扯上了关系呢?有史书记载佐证吗?他为什么要宣称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呢? 有据可考的起源于突厥,其实关于土耳其爱任祖宗这件事,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,在这之前,土耳其官方多次宣布自己是突厥的后裔,总统埃尔多安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土耳其梦,即建立一个犯突厥主义, 伊斯兰化的世界,自己任老大,关于这点,土耳其有没有乱认祖宗呢?目前史学界的公认看法,认为现在的土耳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,而奥斯曼帝国则是起源于突厥的一个分支,根据这样的套娃定律,土耳其人身上确实有一部分的突厥血统。 早在1963年6月28日,土耳其的陆军就专门宣布要在这天成立纪念日,这是为何?按照土耳其早期的说法,他们是突厥人,而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正是在1363年这天正式建立了自己的陆军军队,因此,土耳其军队在1963年便已有了600年历史。 那么仅就这一说法,不禁有人要问,土耳其和突厥之间究竟有什么渊源呢?我们先来说说突厥,目前我国的史学界关于突厥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,各个皆不同,第一种说法来源于匈奴的一个分支。 这种说法建于北史,他认为突厥是居于现在的险海一带,是匈奴的一个分支,最后被邻国所灭,幸得一头母狼所救,突厥是传的阿史纳姓氏便是狼的意思。 北史还记载突厥生活在阿尔泰山下,因为山的形状像冷兵器时代作战使用的盔甲,便被称为突厥。 第二种说法还是成熟于唐代的周书,该说法认为突厥是锁国,位置约在当时匈奴的北边,关于突厥族号和阿史纳氏的来源也是和郎有关,第三种说法来自长孙无忌等人编撰的随书。 书中对突厥的祖先进行了详细的记载,认为突厥的祖先是居住在现在甘肃平良的湖人后代,北魏太武帝时期曾发兵灭掉此处的举渠氏,于是突厥祖先便率领残余的五百多人向北淘治如如,及当时的北方草原霸主柔然,成为柔然专门锻造兵器的奴隶,最后还有起源于海东的阿史的窟。 高昌北山说,不过最为人广泛得知且广泛流传的便是以上三点,其中关于突厥曾是柔然的锻造奴役说现在被广为认可,那么突厥在之后有什么故事呢? 又是怎么成为土耳其人曾经认为的祖先呢?我们先讲一个历史故事,关于后晋开国皇帝石敬堂的故事,薛居正编写旧五代史,说石敬堂是太原人,而且是春秋时为国大夫石雀,汉景帝时成像十分的后代, 汉朝衰亡,关中京城动乱,其子孙后代流浪漂泊西部边远地区,定居甘州,这就是说石敬堂出生在金山西太原,祖籍在金甘肃张燕,甘州,至于他更远的祖籍在哪里,薛居正也不知道了,石敬堂的父亲父名叫聂烈,聂烈,鸡。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其姓时事,不知的其姓之时也,意思是,聂烈基的儿子石敬堂为什么姓时,他也不知道是个啥来历,或者说是为啥,凭啥,反正人家石敬堂就姓时了,家族的事情,弄不清,正常,但石敬堂闹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笑话,甘做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儿皇帝,留下了百事骂名,他是怎么做的,石敬堂在家排行老二,不爱说话, 但喜欢读兵法书,而且非常崇拜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和汉朝名将周亚夫,在石敬堂出生的那个乱世里,现时也给了他冲锋陷阵的立功机会,后唐末帝李从科即位后,他被拜为河东节度使,封为赵国公,赐号福天启运中正功臣,此时,石敬堂的官已经当得很大了,但很可惜,这种好日子对他来说没有太长久,不久,李从科开始怀疑石敬堂会造反, 给了他运州节度使的位子,想将他调离河东,石敬堂不愿前往就任,慌不择路地派遣桑维汉,勾结契丹,做了耶律德光的儿子,为什么要这样做,石敬堂想当皇帝,但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,或者说自己的力量不足,必须依靠契丹,思来想去,石敬堂给了自己的父亲耶律德光这样的许诺,割让幽云十六周给契丹,每年进贡大批财物,以儿国自称,天上忽然掉下了个儿子, 还带着这么多礼物,耶律德光喜出望外,立即领兵从燕门关南下来救石敬堂,大败后堂军队,并于后晋天福元年,九百三十六年,十一月,册封石敬堂为皇帝,改元天福,国号晋,耶律德光要比石敬堂小十岁,但石敬堂对自己这个父亲忠心耿耿,不但将幽云十六周,燕云十六周,割让给了父亲, 使契丹可长驱直入,直到黄河流域,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,还答应每年再向父亲近奉博三十万匹,以表孝心,就这样,石敬堂将自己压榨百姓所得,基本全送给了契丹人,在父皇耶律德光过生日时,他为讨其欢心,将中原搜刮来的宝贝,如树送到辽国作为贺礼,史书中说,他契丹百依百顺, 生怕得罪父亲,每次书信皆用表,以此表示君臣有别,称太宗,耶律德光,为父皇帝,自称臣,为儿皇帝,每当契丹使臣至,他便败受赵斥,除岁书三十万部博外,每逢吉兄庆调之事,便不时赠送好奇之物,以致赠送完好奇艺的车队相继已到,石敬堂的这种行为,让他手下的很多人都看不下去,其中一位对他说,称臣可以,以赴誓之泰国, 意思是,靖堂啊,你像契丹人称臣就可以了,把他们当成老子,不事有些过了,太丢人,又说,后以金箔鹿之,自足制兵,不必许其土田,但石敬堂不干,仍然一意孤行,为什么呢,这里有着当皇帝的利益,为了能当上皇帝,或者说能把皇帝当下去。 石敬堂甘愿死心塌地给别人做儿子,也算是个历史奇葩了,莫像石敬堂,丘吉尔有句名言,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,也没有永远的敌人,只有永恒的利益,也就是说,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利益,什么都可以有,是无中生有的有。 只要有利益,什么都可以无中生有,可以有朋友,夫妻,甚至像石敬堂一样有父亲和祖宗,等等,因此,石敬堂有父亲一定不是一个孤单的历史存在,而这也让我想到了土耳其的认祖,和石敬堂为什么姓时不一样,土耳其的历史人们能说清? 为土耳其人所建立的一个帝国,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,这个帝国最牛的时候,是利达欧亚非三大洲,陵友南欧,巴尔干半岛,中东及北非支大部分领土和属地,西达直布罗陀海峡,东底里海及波斯湾,北极金支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,南极金北苏丹与也门,其君主苏丹,也是自己为天下之主,然而,19世纪初,却因不能抵挡近代化欧洲国家的冲击, 去于没落,并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,败于协约国之首,导致帝国分裂,1923年,土耳其共和国建立,奥斯曼帝国不复存在,在更早的古典时代,金土耳其北部生活着的是赫提人,公元前1800年到前1170年,赫提人兴起,期间,赫提人建立了一个王朝,赫提王朝,首都在哈图沙,位于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东北, 约145千米乔鲁努省松果尔卢地区的伯嘎卡尔村,1986年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列为世界遗产名录,赫提人是一个习惯于征战的民族,赫提历代国王,保持有一支人数多达30万的军队,他们的武器先进,使用短斧,利剑和弓箭, 他们用象形文字记下公众事物,以些形文字记载其他事迹,土耳其建军2227年,只要土耳其高兴就好,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,但是,土耳其的教材说福西是土耳其人就太自嗨了,不妨来看看这段历史, 1931年,土耳其国父凯莫尔,指示政府,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,在这套教材里提到,土耳其人起源中亚,5000年前迁移到甘肃,在甘肃生活的福西,是一个土耳其人,很多中国网友觉得脑洞超烂,然而还不够,土耳其人除了把中国的人文始祖福西,列入土耳其人之外, 连苏美尔人,阿卡德人也被,甚至连古代埃及人都不放过,这些宣传太牵强,稍微懂点历史的人,都觉得有点搞笑,土耳其人也只给自己看看,中国人眼中的金段子,有便看之,谁又能不笑呢?